约伯记第四十二章 约伯回答耶和华说 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 你的旨意是不能拦阻的 这以无知无事的言语 使神的旨意模糊不清的是谁呢 所以,我说了我所不明白的 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晓得的 求你听我,我要说话 我要问你,你要告诉我 我从前只是风闻有你 但现在亲眼看见你 因此,我厌恶自己 在尘土和灰烬中懊悔 耶和华对约伯说了这些话以后 就对提曼人以立法说 我要向你和你的两个朋友生气 因为你们讲论我 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得对 现在,你们要为自己去七头公牛 七只公羊 到我的仆人约伯那里去 为你们献上烦祭 我的仆人约伯就替你们祷告 我悦纳他的祷告 就不按照你们的愚昧待你们 你们讲论我 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得对 于是提曼人以立法 苏亚人比勒达 拿马人索法 照着耶和华吩咐他们的去行 耶和华就越纳约伯的祷告 约伯替他的朋友祷告 耶和华就恢复约伯原来的情况 还照约伯以前所有的一切加倍赐给他 约伯的众兄弟姐妹和以前认识的人都来见他 在他家里与他一同吃饭 又引耶和华降与他的一切灾祸 都对他表同情 安慰他 每人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 这样 耶和华后来赐给约伯的福比先前更多 他有一万四千只羊 六千匹骆驼 一千对牛 一千头母驴 他也有七个儿子和三个女儿 他给长女起名叫耶米玛 四女名叫西西亚 三女名叫基连哈普 在那泉地中 找不到像约伯女儿那么美貌的妇女 他们的父亲在他们兄弟中间 把产业分给他们 此后 约伯又活了一百四十年 得见他的儿孙到四代 这样 约伯年纪老迈 寿终而死 艺术 赞